记者陈卫慈新北报道 31岁潘静女子与无性补习班女同事不合 静茂用舞女的照片 手机号码在交友软体 以C乳抱抱好好吃为标题 真有即指称从事性交易 事后两人达成调解 新北地院日前依违反个资法 判潘女友期徒刑3月 得一颗罚金9万元 谎刑3年可上诉 怡英对舞女不满 去年5月 潘女使用补习班电脑 冒用舞女名义 在交友软体Scout Elanda1001为昵称 吸乳抱抱好好吃为标题 公开真有并表示 有从事性交易 舞女收到陌生人加入LINE好友讯息 这一问之下才知道姓名 手机被人冒用刊登在交友软体上 因此向警局报案 赫然发现范贤竟是潘女 涉行诽谤罪部分 检方侦讯时舞女已撤告 潘女或不起诉处分 违反的资法部分 潘女认罪与舞女达成和解 赔偿其损失或舞女不追究 法官因此予以缓刑宣告 选项 洪 选项